疫情之下本港楼价仍然跪绝全球。根据国际调查机构Demographia公布的年度报告,全球92个城市之中,有37个被评为极难负担。当中香港连续11年位列住屋最难以负担的市场。楼价的中位数相当于家庭收入中位数20.7倍。 即需不吃不喝20.7年方能置业。香港之后,第二名为温哥华。其留价中位数为家庭收入中位数13倍。其次为悉尼的11.8倍。 奥克兰的10倍,以及多伦多9.9倍。当中只有4个市场住屋被评为可负担。包括匹兹堡、罗切斯特、水牛城及姓路易斯,4个地区均在美国。 报告指,疫情导致去年收入下跌加上楼价上升,令大部分城市住屋更难以负担。除了香港,其余头十大住屋难以负担的城市,均由于疫情令贫富差差距扩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